你经历过满身狮子的年代吗 为什么当时横行霸道的狮子 现在却销声匿迹了呢 只要提起狮子 经历过的人纷纷咬牙切齿 简直是恨之入骨 这个小东西遍布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床上 被子里 衣服里面 太阳都有下山的时候 但狮子却能做到陪你24个小时 即使你穿上背心裤衩 自以为它无处遁形 结果它笑嘻嘻地在你头发里面跳舞 每当人们把全身上下都清洗一遍之后 感觉终于把它消灭了 但第二天 它又没修没造地出现在人们身上 为了应对这些阴魂不散的小东西 人们发明了造脚和壁子 但在当时穷苦的年代 只有富裕人家才能用得起造脚 而壁子又效果一般 那对于穷苦人家 只能一遍一遍地拿壁子梳自己的头发 按理说 人类也并没有针对狮子 进行专业的消杀行动 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后 狮子就消失不见了呢 要知道狮子可是存在了几千万年 在类人园时期就与动植物共存亡 靠着寄生在别的动物身上 吸食它们的血液为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个讨厌至极的寄生虫 不见了踪影呢 横行一时的狮子 为什么突然消失 到底是人类的功劳 还是受环境的影响呢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狮子就是人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但并没有听到相关的处理方式 怎么就消失了呢 根据科学研究发现 狮子这种寄生动物 在几千万年前就出现了 靠着寄生在别的动物身上吸血为生 还会使妓女身上欺养不安 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孩子 都深受其害 身体上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 而有些男人为了以绝后患 选择把头踢光 也不想再被狮子折磨 以此可以看出狮子虽然个头小 但伤人却是一把好手 幸运的是过了没多久 肥皂洗头膏 出现在了人们的生活中 并且价格亲民 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 这些洗护用品杀菌去油脂的功能强大 狮子无处遁形 慢慢地被折磨死 狮子的数量也因此直线下降 但根本原因还是高楼大厦的层层云起 环境整洁卫生 狮子没有了适宜寄生的环境 逐渐走向了灭绝 但它的求生意识 寄生能力可是十分强大的 它会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吗 你是否见过只有真眼般大小的狮子呢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狮子可以说是比狗子还忠诚 每天都陪伴在人类的身边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 卫生环境的变化 狮子没有了寄生环境 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 但你可千万别小看它的生存能力 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山区 人们还在靠着种地放牧来维持生计 这便又给了它们活下去的机会 它们通过家养的猪 狗 牛 羊 传播到人类身上 藏在衣服缝中带回了家里 它们便借此机会繁殖自己的后代 正是因为狮子的体型小 传播速度快 所以各种病菌在它们之间横跳 大大增加了人类患病的可能性 之前爆出美国的贫民窟 经常发生各种传染病 也和它有着不可脱离的责任 所以为了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体健康 一定要注意卫生 勤洗澡 勤洗衣物 让这种令人讨厌的小东西 无处遁形 在你小时候是否见过狮子 评论区艾特你最爱干净的朋友 我会发生了一个小时代 这种的小时代 这种小时代 我会发生了一个小时代 我会发生了一个小时代